自动洒水系统正在对抗美国加州 百年一遇的严重干旱 有600多万名南加州人从6月1号起 在严格的陷水令下 启动与干旱共存的新生活 洛杉矶居民户外区域每周只能够用水一次 如何节水35% 同时又能够保住都会区的翠绿草皮 有造景公司提供无毒的草皮喷漆服务 大发力士 但缺水困境仍让民众和学者与官员 面临重重挑战 超级干旱 除了发生在北半球的美国和伊拉克等地 镜头来到南半球国家智利 汉秦同样拉紧报 首都圣地雅哥今年启动分区停水 这可是智利史上500年来的头一遭 市区的绿化植栽 改用龙蛇兰等耐旱的沙漠植物 马路与高速公路两旁的绿化园艺 智利也开始用低贯的节水方式维持 就是希望能渡过这场大汗危机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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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的颜色变化了 多黄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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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索比亚等非洲国家同样饱受旱灾所苦 世界银行预估到了2050年 全球将有预两亿人会因干旱而流离失所 要减缓干旱带来的灾害 联合国建议各国政府与民间单位 要尽早启动以下作为 包括改种抗旱抗炎的作物 减少用水总量 您尽量减少肉类产品 才有机会守住 预趋珍贵的水资源 大爱新闻 贵真编译